哈喽大家今天要做的是冰淇淋烤布雷 有先先把吐司片去边切成小方块 准备一口小锅 往锅里加70克牛奶 230克蛋奶油 3片车达芝士和30克白糖 全程小火煮到芝士片完全融化就可以了 不需要煮沸 再准备3个鸡蛋 把蛋黄和蛋清部分分离开 只需要蛋黄 一边倒一边搅 把布丁叶倒进蛋黄里 再把面包片放进去浸泡半小时左右 装盘 多余的布丁叶可以直接倒在上面 烤出来会更好看 烤箱180度10分钟左右 具体时间要根据自己家烤箱的脾气 用空气炸锅来做的话也是完全OK的 看到它上色了之后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让它稍微冷却一点之后 就可以加上冰淇淋酒了 不然马上加上去就会化掉 做法真的超级简单 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道甜品 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大家拜拜